好的念头是人生前进的助力 而不好的念头会对人的发展形成阻力 那么这两种念头该如何调控 如何转换呢 禅训练人突破困境的思维方式 还有哪些呢 品味人生哲理 感悟禅的智慧 大家好 我是吴元生 今天我们继续说禅 那么有一位禅师 他潜心苦念了几十年 念成了一个移山大法 引来了无数好事者向他请教 那么有人就非常虔诚地去问他 大师您是用何神力能够移山呢 我等如何用功才能念成这绝世神功呢 那么禅师就微微一笑 禅师讲这太简单了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嘛 那么现实生活中呢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就像大山一样 是我们无法改变 无法搬动的 那么如果事情无法改变 那么就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有一个秀才呢 要静静赶考 做了三个梦 梦到了三件事 第一个梦 在墙头上种白菜 第二个梦 下雨天 带着斗笠 又打着伞 第三个梦 跟朝思末想的姑娘 入了洞房 躺在一起了 但却是背靠着背 秀才呢 就请求一个术士给他解梦 术士就讲 嘿 你这个倒霉蛋 你是三个梦太会气了 墙头上种白菜 这不是白种吗 下雨天 带着斗笠 又打着把伞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那么跟心爱的姑娘 都入了洞房了 都躺在一起了 却还是背靠着背 这不说明好事成空 想也白想了吗 所以这个术士讲 说我看哪 你呀 不要再去赶考了 赶快收拾行李 回家去吧 那么秀才听了这个话呢 就郁郁不乐 准备打起包袱回家 在路上呢 他就遇见了一个禅师 如此之般的诉说了一遍 向禅师来讨教啊 这个禅师一听啊 就拍掌大笑 说恭喜你金榜提名了 这个修才讲 你老人家真会开玩笑啊 我都这么倒霉了 你还拉我开算呢 禅师说 以我看来啊 事情正好相反 你想想看 你在墙头上面种白菜 说明你呢 种的比别人高 这不是高种了吗 那么下雨天 带着斗笠 又打着把伞 这不说明你准备充足 加了双重保险 有备 无患了吗 那么这第三个梦呢 是更加的吉利 为什么呢 你想想 你都已经跟心爱的姑娘 入了洞房了 那这姑娘 那这姑娘基本上 是煮熟了的鸭子 飞不出去了 虽然你们背靠着背 但这正说明 你这个穷秀才啊 你翻身的时刻 就要到来了吗 这秀才一听啊 是心花路放 彻底的就放下了这个包袱 那结果果然呢 像禅师所说的那样 高中榜员是一举夺魁呀 那么使这个秀才 彻底改变命运的 就是强烈的自我期待 而形成的这样的一个 禅乐的心态 那么如果抱着第一种心态 他想着我绝对考不上 我绝对死定了 绝对是明落深山了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 他在走入考场之前 一定是明落深山 那么相反 当他抱着第二种心态 他想我能干 我能行 我非常的优秀 我非常的杰出 那么抱着这种心态 可以说在这个秀才 走入考场之前 他已经是金榜齐名了 那么这个乐观的心态 和悲观的心态 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的看法 会截然不同 同样是一只杯子 里面装着半瓶水 那么如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看的 他就会说太好了 还有半瓶水了 而一个悲观的人看的会说 怎么只有半瓶水呀 禅 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是一个清明的家园 让我们一起来听禅 品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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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